好 继续带你来关心 今年第六号台风卡努的最新动态 可以看到从这个卫星云图上来看 他们的外围环流是已经扫到了台湾的北部地区 可以看到台湾的北部地区 东北角已经被云层给遮住了 因此风雨也是越来越大的 那气氧局势预估呢 它今天会持续到朝西移动 在今天的深夜最靠近台湾 接着明天早上雨量也是很大的 也是很靠近台湾 接着它才会缓慢的往东北来进行回转 远离台湾 那我们带您来听一下气象局的最新说明 台北级大概是阵风 6到7级转8到9级 那基隆的话也是8到9级 新北是8到9级 依然是8到9级的部分 这个是在普遍的都会区来讲的风力的部分 那我们也说到 其实在基隆北海岸 容易有可能有10到11级的强阵风 这个是在今天来讲会是持续的 那我们再看到第三段的部分 可以看到它的预报时间 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风力的大小其实上来讲是持续的 那到了白天之后可能是台风慢慢的远离 那风力要稍微转小的时刻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在一个交界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 还是要尊重各县市政府的判断 这个风力上来讲 第一个台风的 我们刚刚讲 其实台风目前在一个导引气流 比较不明显的时候 所以它的预报路径上 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在 甚至会有一些不规则的路线出现 所以在明天上午 是不是顺利的脱离 这个部分可能要在 看似实际的情况而定 那既然再来的话 放假的部分 可能县市政府有其他的考量 也要尊重各县市政府的决定 好 刚刚也有听到气象局的最新说明 其实台风的暴风圈 预估今天下午就会触及我们的陆地 那我们带你来看一下雨量的部分 今天上午的部分 雨量大多集中在北部地区 中部山区 以及南部的山区 那到了今天的下午呢 可以看到呢 中部的雨量变多了 甚至是今天入夜之后呢 加上西南季风上来 一起影响的状态下 全台的雨势是不断的增强呢 特别是中部地区 以及南部地区 可以看到都是红暴的状态 那一直到了明天的清晨呢 雨量也一样是非常的多 也就是说今天的深夜到明天早上 就是这个台风影响台湾最大的时候 那接下来就带你来看 气象局今天早上也是针对了 11个县市来发布了大雨特报 我们可以看到了 其实北台湾像是基隆 台北 新北 桃园 新竹 县市 苗栗县市 台中 南投云林中部地区的山区 也都是被发布了大雨特报 甚至还有发到嘉义县 那提醒这些地区的民众 也得再多注意了 以上就是台风的最新资讯 时间交换黄妹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淮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